觀眾朋友好 我們今天再來說兩個地方 下半場來談談 世大運在兩三天之後 就要閉幕了 閉幕還會不會有人去鬧場呢 今天臺北市警局 宣布了閉幕室的時候的 這個維安警力部署 總共要分三層的警戒區 希望達到滴水不漏 另外特勤警察 也會在包括球員進場 以及活動的附近 這些路線 還有場內貴賓的 這些活動區域範圍內 加強戒備 可是另外一個 今天的最新消息是 反年改的團體 正式分裂 或許用決裂這兩個字呢 更貼切的形容 因為不滿彼此 這路線的這些堅持呢 今天全教產宣布退出年金 改革監督聯盟 但是呢 另外一邊 李萊希公務人員協會的 李市長 他說呢 也是該清理門戶的時候了 甚至他談到說 每次在打仗的時候呢 身勢快好的時候 就看到飛彈從後面飛過來 炸到自己人 然後飛彈理論上是從敵方過來 怎麼會從自己後方飛過來呢 當然言下之意非常的清楚 下半場來談談當反年改 正式決裂之後 未來的這種不管是對於年改的不同意見 乃至於其他的反對力量 是否會有一些影響 第二個呢 上半場來談談毒雞蛋 分譜泥這件事情呢 越搞越大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談到說 只有彰化三個養雞場的蛋雞呢 傳出來分譜泥超標 可是現在已經有超過四十四場 而包括臺南 彰化 嘉義 高雄 屏東 也都陸續傳出分譜泥 這個所謂的殺蟲劑超標 在雞蛋裡面發現 而更嚴重的是 包括全聯 包括農特利等等 這些大家常常去吃 去買的這些地方呢 這些毒雞蛋也已經正式下架 上半場來談談 為什麼毒雞蛋的問題 會越滾越大 介紹兩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立法委員吳坤毅 各位觀眾大家好 謝謝吳老師 再歡迎是臺大醫院 腎臟科的組織醫師 江志剛 江醫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再歡迎是在線上 跟我們做電話 連線是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的秘書長 王建培 王秘書長 你在線上嗎 是 主持人 還有現場的特別來賓 還有電視器前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畢書店我請教你 今天我們說的是三張而已 現在割到四十幾張 要降到五十張 越滾越大事 真的濫用殺蟲劑嗎 這部分 第一個我要先講說 如果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那正我們養雞協會對政府這一次的處理的方式 就是以全面性的 然後很及時的 拿所有的全國的蛋機場 都來做抽樣 採檢的這個工作 然後在五天之內 把合格的跟不合格的雞蛋 全部分出來 甚至於把檢驗的結果 也公佈在這個農委會的官網上面 讓消費者 可以很及時的來查詢 這個事情 我們是以以非常的肯定跟支持 這樣子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為什麼從三場 然後會變成四十四場 那當然就是全國檢驗之後 把不合格的也全部都清塌出來了 所以廠數會變這麼多 那會發生這個事情 坦白說 應該是說 就是基隆本身在安全用藥的部分 有需要再加強的地方 因為這個事件一開始 是從歐洲 然後之後是韓國 然後再到台灣 那一開始的時候 歐洲一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包括我在內 我也覺得說 這分譜應該是 合法的動物用藥 只是說他的這個用 就是說沒有再符合停要期 所以才會造成這個含量超標的情形 一開始我也是這樣認為 那連我都這樣認為 你說因為現在 氧蛋機的這個業者 本身都是小規模 然後年紀比較大 所以說他們這一部分的知識 我相信應該是也是很欠缺的 畢叔長畢叔長畢叔長 你剛才說到一個很關鍵的 連你中華民國養雞協會的秘書長 你都以度以為說這個芬普尼 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只是說呢 要生產雞蛋之前的一段時間呢 你要停藥 所以你沒有接收到說 芬普尼是禁藥 絕對不能用在雞壓 這一種所謂的要吃的情類的動物身上 是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我本身不是念受醫的 所以說在用藥的部分 因為一開始 這個是從歐盟那一邊發生的嘛 那甚至於歐盟本身也有定這個MIL 那既然會去定MIL 是表示是說 這個是合法的用藥 那是因為台灣被檢出韓芬普尼的雞蛋之後 那我從農委會這邊所公佈的資訊 我才知道說 這個是一種廣效性的殺蟲劑 是一種農藥 然後不能用在我們這個群序動物身上 是 我是這樣才知道 那之前政府都沒有說清楚你 以前政府 特別說這部分的這個農民交易宣傳是比較少的啦 是比較少的 Ok 必須請你再稍等一下 我們來時關心說 民眾 消費者比較關心 就是說 阿倫賺賺的那一年 軟了 到底是會吃錢 或不會吃錢 至少呢 全台灣遍布的全聯 現在呢 有部分的雞蛋呢 已經是正式下架 彰化縣衛生局人員到超市貨架上清查 針對有問題的太安息選彈 要求全面下架 彰化新德畜牧場25號被檢出芬普泥污染 之後溯源查出 全聯的太安息選彈來源是彰化縣方苑鄉 新德畜牧場 所以現在已經現場清點還有72 都在這邊 還有這邊的部分 所以全部都已經下架了 彰化縣衛生局表示 桃園市長際太安公司 輾轉向新德畜牧場進貨 再賣給全聯 已經要求線內的全聯超市 這個月20號以前的太安息選彈 及太安紅彈 如果還有在架上 都要下架封存 新德畜牧場的主要產品 是藍色底的標籤的產品 所以藍色底的標籤產品 在今年的8月20號以前生產的產品 都全部要做下架的動作 這個牧場主要供應是中部 那但是全省我們都會做一次清查 只要是這兩隻蛋 我們都會先下架 新德畜牧場每天產量140箱 全部供貨給長際太安 占該公司進貨量的十分之一 彰化縣衛生局已經封存 21號以後 新德賣給長際太安的雞蛋 約1026箱 全聯總公司也回應 這批新德畜牧場供應的 太安席選彈 主要是銷往中部四縣市 已經決定先暫時全面下架 記者 黃雄彭萬鈞 彰化報導 不過吳老師之前 不管是農委會 食藥署都跟我們講 只要在架上就安全 架上可能吃很久 吃很久你才給我下架 怎麼可以跟我講架上是安全 這是一個我們對食安控管的一個 是不是又一個大漏洞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毒雞蛋的問題 八月二十號的時候 農委會就檢查出來 彰化有三個蛋機場 那個時候農委會防檢局局長 有來我們這節目 大概說三個 然後全面驗 會不會擴大 還不把人保證 可是呢 他其實現在查的結果是極少數的 那在八月二十號說 三個氮氣場在彰化 到八月二十四號呢 歌雄 還有兩個氮氣場 又超標 再接下來 最關鍵就是八月二十五 二十六這兩天所公佈的 當然檢驗都是在之前抽樣的 八月二十五號 臺南是有五家不合格 封存四萬顆雞蛋 那這五家蛋廠 發給五家的下游廠商 包括臺南有三家 嘉義雲林各一家 屏東也在八月二十五號傳出來 五家家禽漱廠 這個所謂的分埔泥超標 嘉義在八月二十五號七個 高雄多一天 再多六間 然後農委會在八月二十六號 公佈一個總數字 就是總共有四十四個機場 不合格 分埔泥超標 不合格率是百分之三點零一 這個三見仁見智 有人覺得說 這好像只是所謂的個案 但是對很多人來講 不合格一百件裡面有三件 那已經是夠嚴重 臺北市說包括農特利 這間叫做旭順食品 副義行火星小廚 要下架八十公斤的雞蛋 桃園市八月二十六號也說 這些來自於彰化 臺南的毒雞蛋 分別供給二十七家的早餐店 雜貨店跟餐飲店 所以通通都要下架 下架一千三百四十八公斤 彰化縣在昨天說 因為新德畜牧場出貨給泰鼎山 然後經過長濟泰安 賣給全聯 因此彰化縣政府要求全聯 至少在彰化縣內 全面下架全聯的泰安席選蛋 不過有一個重要的資訊是說 陸續有四十四家說 這個檢驗不合格 可是也有好幾家 在復驗之後是合格的 包括這個新德 可是這個新德呢 是在二十五號之後復驗合格 二十四號之前呢 是不合格的 這個要一個重要的資訊 不是說那現在呢 下架的通通都是八月二十四號 以前的蛋 八月二十五號以後的呢 如果再上架 應該就是檢驗過了 那是不是絕對安全 這個沒有人敢保證 才會撥到一項這麼大項 我想這東西就是 剛才王秘書長講的 就是可能基隆跟賣農藥的藥商 買的時候 藥商沒有弄清楚 違反了農藥管理法的 第二十九條 第八項 沒有問清楚基隆 要用在哪裡 就使用墓地 這個就農藥商已經違法 所以為什麼有兩位農藥商 已經被交保 那就是 這個就是已經違反農藥管理法 那當然基隆本身 應該要清楚 其實在一百零四年以前 一百零五年以前 分譜水鹹劑 是可以用在蔬果 但是一直就是 不能用在雞 雞 就是使用的動物 這一直都禁用的 那可能 是不是 因為我們一般買農藥 會聽農藥商的一些解釋 或是說明 那這裡在一百零四年 已經公告刪掉 用在蔬果 那只允許用在玉米跟稻米 這是水鹹劑 當然零劑還是可以使用 那是所以剛剛說用噴的話 那一定是水鹹劑 是 那一百零四年公告 一百零五年一月一號正式刪除 當然那時候允許使用的執照 沒有拿掉 所以還是沒有 名義上是沒有禁用啦 但是我也瞭解就是說 在這方面事實上 在雞農跟農藥商這邊 可能會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因為他已經水鹹劑不能用了 那農藥商如果進來這些貨品 他怎麼辦 他是已經不能用在 等一下 吳老師我請教你 如果我是養雞 養蛋雞的這個雞農 我真的要懂到所有的化學知識 物理知識 什麼知識都要 我要知道什麼分譜泥 什麼泥什麼泥 可以用 不可以用 那假設是說 我就是去跟那個農藥 或者是什麼藥廠 我說哎呦 我這個雞 都會在 衣服那麼多 壁絲那麼多 什麼糖啊 什麼蚊 那麼多啦 是怎麼用 我把他買合法的農藥來擔 擔完我的雞生的兩 有這個分譜泥 政府也太黑心 這樣我怎麼會吞下去 這就是說 他聽農藥商的話嘛 所以農藥商是違法 所以第一責任是在農藥商 對農藥商 沒錯 但農藥有沒有責任 一 這農藥管理法 第三十三條 第三塊 是有責任 但農藥有責任 對對對 但農責任 很高 罰款是一樣 實在是最高到十五萬 是這樣子 假設我如果都不知道 我就說 這個藥商 說會用的 我還是有責任 這個東西就是 他要去跟農藥商 他要去跟農藥商 第一個他要跟檢調單位 檢取這個農藥商 那可能這樣子 是不是農藥商的責任變得比較大 因為他誤導的基隆嘛 這個東西就是變農藥商的責任會比較大 我們來看看業者 其實很多業者說 台人啊 完翁啦 對 其實我們來看看 怎麼完翁啦 彰化國賀牧場 就是第一批驗出來 有分譜您的這個牧場 他說絕對沒用 要求復驗 西港的西新牧場說 因為最近 蛋能量不夠啊 那個 那個也燈小啊 怎樣的 可能是環境很差啦 所以衛生環境 所以要睡覺嘛 睡覺呢 三禮 三禮拜前 頭一次疊 頭一次疊 疊就出不出事了 北門警符牧場說 沒有用 可能是別人用 農民用 那些什麼種殘的啦 其他的農民 噴灑這個殺蟲劑 拆連到我們 所以我沒有用 要求重新採樣 那再來嘉義縣蛋機協會呢 歷史長他說 政府沒有公告禁用分譜泥 很多禁農都不知道不能用 這是叫做不叫而殺 這某種程度 剛剛跟那個 但那個 也是一樣的意思 白河廣伏機場說 金瓶如果沒有公 金瓶如果沒有用 為什麼會用 嚴罪的我也不知道 可是呢 分譜泥沒有公告禁用 很多現在已經好幾個人都說 政府你沒公告禁用分譜泥 那也沒有定 雞蛋的相關標準 其實都有啦 也有公告 只是不一定 你收得到這個資訊 這個就比較有趣 一個不具名的彰化淡農說 少部分的彈籠會拿分譜泥來清這些寄生蟲 獅子 什麼啦 壽醫師建議說你最好是 用這套做胃殼 但是胃殼 你如果說兩萬五千 這些粿子 這個藥機場呢 藥水就要花兩千五百塊 你如果用同樣的 劑量分譜泥多少 三百塊 一插就要插到十個月 所以該怪誰呢 其實這件事裡面 在歐盟發生事情的時候 在荷蘭也是一樣的 他其實是用合法的 只是被混沖添加了分譜泥進去 所以他說我也是合法 所以很清楚是添加人是違法 是 在臺灣 我們看到這個現象是 的確是人家去兜售的 兜售 因為實在太有效了 那因為這個作用 激轉他經由一些受離子的孔盜 這種很複雜的 特別是在這些節肢動物 這些獅子 這些蠻累的 非常有效 人的那個安全劑量 反而離得很遠 就是因為有效 所以呢 才會拿來用 可是這個農藥 我們已經很清楚 他本身毒性被定在中度毒性 中度毒性 中度毒性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他驗的是PPB的程度 農度非常非常低 不是PPM 是5PPB 那我們知道國際法典委會 問的是20 不管是5還是20 那以我們這邊測到5以上的 基本上 你要說是隔壁噴的噴到我們家來的 其實不太合理 我們5PPB的測定 其實是背景值的 已經都有在考量在裡面去 所以這件事情 我非常同意那個不叫二殺 我們可以公告出來 讓大家說 我們已經公告 但是我覺得農民是應該更主動積極的去協助他們在用藥 我們可以看到這首醫師提到的胃殼 那我想使用這個就不會有事 是 你有發現不是每一家 我們驗出來是3% 可是我們看他這個藥物的半衰期 從動物實驗裡面看 其實是約略七天左右 所以只能講說 最近最近有噴的這3% 遠一點有噴的 不曉得多少 但是結論是一樣 只要在蛋雞裡面生出來的雞蛋 沒有測到 他在食用上就是安全 但是不能改變的是什麼 這個分譜泥是不被允許噴在這些禽類肉食 或者是人類食用的禽類身上 這個應該是更主動積極的去規劃他們的用藥 你說你完全不知道 然後沒有看政府的公告 這或許大家說得過去 但你說隔壁的這些 那些那個種什麼菜的 噴殺蟲劑 污染到你們家的雞 然後生下來的蛋才受到污染 這個在科學上 就真的說不過去 的確是比較說不過去 那在這個面向上面 我們對於現在看到的這個蛋 大家就覺得超標 很恐懼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我們也做過了特別的一些分析 其實我們看到的確 算出來一百五三ppb的時候 我們知道小朋友一顆以上 大人一顆半 是 就超標 可超標跟中毒這件事情是有很明顯的差距的 所以他是在我們的法規面上面定出來的 所以他超標到實際上中毒 急性中毒絕對看不到 但是中長期的慢性的一些中毒的 或者是慢性暴露的風險 我們當然是會有些擔心的 這個擔心其實是在風險分析裡面風險的溝通很重要的 我們必須提供出更多的證據 去證實這個事件 我想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不會是現在才用分析 你現在才看到 需要流行病學去抓出來 我再請教一下 那個王建培 王秘書長 因為我們不是很清楚說 這些雞農們他們是怎麼樣去買這些沙蟲 沙屍的這些藥或者是農藥 那理論上不是這些雞農應該去跟一個合格的 零有執照的這些在賣農藥的 或是賣這些所謂的那個禽類的 藥用的這些東西跟他買 只要他敢賣 是的 剛剛 剛剛江醫師應該也有提到 就是說現在蛋農在有時在用藥的時候 真的都是透過藥商 然後又多售的方式了 然後甚至於就是說他多售他聽那個藥商講說 同業誰也有在用 然後用的很有效 那實際上有時候農民買這些藥品的時候 根本是都沒有 有時候是沒有那個藥品的房簽 標籤 甚至於就是說前一陣子也有報導說 那個那個標籤已經被撕掉 是一個是是是 也不知道說裡面到底有含了哪一些溶劑 那就是說農民有時候如果知道說這個是農藥的話 農藥的部分他敢把他拿來噴在生物上面嗎 如果是的話 我第一個反應農藥你要噴生物噴下去之後 我第一個反應說這個機會不會死掉 我根本不會去想到說 他對殺這一些體外寄生桶 到底有沒有用 我是我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說我是覺得真的是因為 農民本身就是說知識也不足 所以才會造成今天這種情形 瞭解瞭解 非常謝謝秘書長跟我們做電話連線 非常謝謝中華民國養肌協會秘書長 王建培 王秘書長 不過如果是誤用的話 至少我覺得那問題更大 你若是黑心呢 你故意去以身釋法 那問題還小 抓起來就好了 誤用就表示我們在制度上 會讓至少有四十四家的氮基廠 誤用對人體有致癌物質的分譜泥 我們來看看那問題 到底怎麼發生呢 什麼是分譜泥吃了之後 又會怎麼樣 七月底歐盟爆發 雞蛋和殺蟲劑分譜泥殘留事件 香港韓國包含臺灣也都陸續中標 究竟雞蛋中的分譜泥從何而來 上週農委會召開專家會議 研判雞農為了消滅雞屍 把分譜泥水旋劑噴灑在雞的身上 可能因而導致分譜泥殘留在雞蛋中 但有學者質疑去年初 分譜泥水旋劑已經成為食用動物的禁藥 為何金龍還買得到 為什麼農民可以買到這種藥 那藥其實我一向主張 就是藥應該就是要專業去用 學者認為是禁藥源頭管理出問題 臺灣一年使用的農藥超過八千噸 農民到農藥行即可購買 但是之後的用途根本無法管理 而台大獸醫學院榮玉教授賴秀碎研判 國內養雞業者為了節省成本 違規用藥應該不是最近一兩年的事 農政單位應該重新檢討畜牧業的產業結構 並且全面撲殺問題機制 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我是認為那些雞也應該殺掉 或者你那些雞留在機場裡面 他有殘留啊 農委會回應分譜泥可以代謝 所以不會撲殺這些雞汁 至於回收的雞蛋會當堆肥處理 不過對於雞農使用分譜泥的時間有多久 農委會坦言亦不可靠 專家認為這看出我國雞蛋溯源系統不健全 因趁機建立制度才能避免毒蛋風暴再度發生 所以吳老師那真正的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雞農 蛋農們他們可以隨便就去買到這些 含有不該用的物質的農藥呢 所以這裡其實在農藥管理網裡面是有這個法則 所以這個農藥商 比如說包括說有個雞農說 它是隔壁 隔壁苦殘跟污染的嘛 它也要指名 因為水仙器的禁用 如果隔壁的農田也可以噴殺 也是違法 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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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出來 瞭解 不然它自己能受害嘛 那剛剛補充一下就是說 根據風險評論說 剛才我們這是殘留有PVB 153就是吃兩顆可能就超標這個東西 其實是在風險評估是假設 一個人終身吃 每天吃 會有這樣的慢性中毒的可能 所以偶爾吃到一兩顆 其實比較不用煩惱 我們每天吃的 這個要比較煩惱 就是說我們在做風險評估的時候 是靠假設這個人每一隻吃 但是每一隻可能都不會吃到 153PVB的分埔泥 不過我們來看看 分埔泥到底對人體有什麼危害 沿中海林口長根毒物科主任 他說呢 事物事業衛生組織 把這個列為是中等毒性 美國環保署呢 把分埔泥列成是C級的致癌物質 動物實驗證實說 你會如果用了之後呢 甲狀腺會腫大 不管良性或惡性都會發生 然後臺北榮總的主任楊正昌說 動物實驗發現呢 過量攝取呢 會影響到肝跟腎臟 以及甲狀腺腫瘤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講得比較清楚啦 對昆蟲呢是極有毒性 所以他是廣效型的 這什麼蟲都可以殺啦 對哺乳動物就是我們 也會干擾GABA 我不知道這什麼 不過應該是神經系統的一種啦 就是說反正神經的一個 一個接收的一個方式 那因此呢 動物實驗發現呢 說他這些分埔泥會累積在腎臟 我不好意思 那個脂肪還有腎上腺素 那再來就是肝臟 胰臟 甲狀腺 卵巢 如果讓動物吃了之後呢 會出現蒼白瘦弱公身 就是要拉股這麼過 滾起 呼吸異常 身體顫抖 步伐還有體態不正常 攝取量減少等等的這些問題 我再請教一下江醫師 假設啦 小孩子剛我們講說 查出來有一個蛋腸是一百五十三ppb 超標五十倍 我們是有嘛 三十倍 不好意思 超標三十倍 我如果一個小孩一天吃一顆就超飆 我從小就開始吃 一直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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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到大 我沒有主張得到嗎 這個就是劑量跟暴露之後的一些 腫瘤產生的可能性 我在這邊看到其實是楊振昌 楊老師 楊主任講的是比較精準 那我們看到什麼A級 B級 C級的致癌物的時候 會覺得說反正都是致癌物 但C是什麼意思 他就可能在人類他是致癌的 可能沒有證據 尚未被證實 沒有證據 可在動物大鼠裡面 當然是甲狀腺的良性二性腫瘤 曾經被看到 那對於我們肝臟腎臟的功能 目前看起來是肝臟腎臟的整個器官表大 那整體來講 我認為在暴露之下 從小吃就會造成我們現在的中毒嗎 急性中毒是不會 一定是在慢性他的效應裡面 這個沒有辦法從個案裡面 因為太多原因 一定是整體從流行病學的觀點 那我如果已經吃了很久 我懷疑了 那我有什麼方法 就一直猛喝水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方法 吃海帶也沒用 也沒有 這邊看到是這樣 他其實不是真的讓我們甲狀腺變腫瘤直接 他是這樣 他是讓我們的甲狀腺素的代謝比較快 所以身體會代償的是分泌的 要多一點點 所以甲狀腺就比較腫大 所以跟我們看到的所謂甲狀腺癌 那種癌化的表現 其實並沒有那麼大的肢階 他不被認為是所謂的內分泌的 一些干擾素 他不是被稱為內分泌的干擾素 所以我們能做的 就不要再吃這些毒雞蛋 是的 然後我們如何不吃呢 就是拜託政府多做點事 多找 拜託蛋農們呢 多點注意 多點良心 不要貪便宜 特別是對於那種非法遏制的 這些農藥廠農藥商要予以嚴懲 對 我特別講一下 因為現在事件沸沸揚揚 絕對沒有人敢用 這種情形之下 兩個禮拜後的蛋 其實根本就測不到分泌 所以大家應該以這樣的心態去面對 我們使用他健康的蛋的營養素 不過政府還是要多做 這也就是為什麼雞不會撲殺 就是說因為他的半率一起 剛剛江醫師講到大概七天 那你解決 兩是過生的嘛 對 兩有問題 雞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東西 他們也會來檢查 雞的肝臟跟肌肉 這目前 因為我們第一件事情 下一波就要全面檢查肌肉 目前也開始在檢查肌肉 那肌有問題 壓不會有問題 壓可能比較不會 因為壓 飼養環境 不一樣 比較開放性 比較開放性 比較不會流汁 你不用消毒嘛 了解 會這樣 我是覺得說 這個東西 當然我們覺得很痛心 這件事我們再發生 我想未來 我們也有 像我記得中島路請 這也想我們的單位來報告 要求他們拜託 也把其他的東西要鹽 所以我想 為這次學到經驗 我們同學慘痛的經驗 那這一次學到以後 以後看能不能真的 就是不會再發生 那為什麼 雞不撲殺 就是大概兩個禮拜後 江醫師講的 就是大概蛋就不會有殘忍 不過關於分譜 你毒雞蛋的事情 我們當然還會持續的追蹤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反年改團體真的正式決裂了嗎 今天全教產正式退出 監督年金改革聯盟 是不是真的是因為之前 世大運開幕式 那種所謂的少數的偏激的暴力行為 沒有辦法得到大家的認同 我們來看看 海北市政府 今天警察局公布了兩三天後 就要舉行的世大運閉幕式 如果再有人來鬧場的話 維安如何部署 世大運進入尾聲 三十號即將舉行閉幕典禮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到松山分局 進行閉幕典禮的維安總副席 他強調 目前沒有人申請集會遊行 因此當天如果還有集會遊行 一定會嚴格處理 到現在為止 他們沒有人來申請那個集會遊行 那是這樣 我們還是有適合這個意見表達區 但是如果沒有申請集會遊行 那還要做集會遊行的事實 我們會嚴格處理 由於世大運開幕式 遇到反年改團體抗議 丟煙霧罐持喇叭高音汽笛 為了避免干擾重演 柯文哲也強調 閉幕管制會擴大 而且嚴禁微禁品 管制區有擴大 然後微禁品不能帶進去 比方說高音喇叭的 音護罐這種 你再管道 造了這所謂擴大管制區 就不准帶進去 另外一個 我們雖然沒有用巨碼 不過還是用這個大型的微欄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路線 把這個路線標示清楚 台北市警局則表示 閉幕式預計部署六千名警力 比開幕多了一千名警力 現場劃分七個 圍安分區 管制最外圍增設藍色位置 七個管制點 檢查隨身物品 而且為了維護選手安全 也會為選手開設安全走廊 這一次針對選手 以及貴賓進出的動線 有劃設安全走廊 增設一個分區 世大運即將結束 柯文哲已經定調 閉幕不設巨碼 這段期間 台北市遠景一刻也不敢鬆懈 柯文哲也一一走訪各場館 圍繞嚴謹辛勞 確保世大運能夠完美落幕 記者綜合報導 介紹下半場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全國教育產業 總公會的秘書長劉亞平 劉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來賓大家好 非常感謝 抱歉 今天請人節再幫你幫忙 我們再歡迎是軍共教聯盟 榮譽的黨主席李延席 黨主席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晚安 資深的媒體人陳靜蘭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不是維安有一點點 太過緊張 可是你想到開幕式那樣子的話 難免閉幕式要很緊張 我們來看看 世大運閉幕式要怎麼維安呢 臺北市警局講說 在當天要有三層的管制區域 那要不要用鋸碼呢 目前傾向沒有啦 因為真的是很難看 你用那個鐵片那種鋸碼 真的很難看 可是還沒有決定真的不用 現在是傾向不用 那要用什麼來管制呢 大型的護欄 鐵馬護欄或是改道的這些牌制 六千個警力 也夠多了 六千個警力呢 這樣而已 然後呢 所有幾乎臺北市的這些松山區 萬華區 文山區的各區的分局長 直接進出 為自己的區域 分局長直接坐鎮指揮 意思是什麼 誰出事 誰負責 誰把關接 這個就很清楚啦 分局長直接任七個分區的這些指揮官 然後要增設七個管制站 提前驗票 提前驗證 再來呢 你如果包包裡面有那些微淨品 這樣的話我就不知道看表演 為什麼要戴斧頭啦 我不是講反連改的 我說之前有找到這些東西啦 所以要隨身 要檢查你的隨身品 有沒有含微淨品 最多人戴的就是賴打 要吃粉 賴打這些微淨品 隨時檢查了 周邊道路要交管 再來這個是如果會有選手出現的地方 貴賓活動的區域 特勤警力就要進駐 要加強薰弱 反應太過度了吧 看起來滴水不漏 看起來 看起來好像蒼蠅都飛不進去 這次你這樣看他的 連螞蟻都走不進去 處理方式是非常嚴謹 當然是 先前是因為有開幕式 可是先前的開幕式 那時候也是六千名警力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六千名警力 怎麼會對六七十歲的這些退休兩百個阿伯 為什麼六千個警力 沒有辦法去處理兩百個阿伯 如果三十個處理一個 應該也處理得起來 那就是大家的疑問 那現在看起來這個處理 就是因為開幕式的出糗 那現在看起來 他有一個加強跟防衛 那我想以這種規模 或是先前被大家踏罰 那這個軍公教這次 那次的出事被大家踏罰 整個來看這個八月三十號的閉幕典禮 應該不太可能有任何 不會再出事了 再出事 那 再白幕也不會再挑閉幕式 這一天來鬧 但是心裡的不爽 會不會發現 我剛剛聽到的是說八三腰 八三腰不是有一個運動選手 然後要去被表揚嗎 因為這是八三零結束以後 八三腰要被表揚 八三腰要被表揚 從市政府到總統府之間 八三腰是選手要去那個遊行 接受大家的致敬 還有一個重點 八三腰是蔡英文總統生日 八三腰是蔡英文總統生日 你故意講這個資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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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事實 八三腰是蔡英文總統資訊 那你剛剛講的八三零可能不會出事 可是八三腰會不會出事 那就不一樣 那也就是說我還是抗議啊 我對於蔡英文的不滿 那天其實八 我們看到八一九 其實也面對的是要對蔡英文 那沒有辦法處理到蔡英文 後來可能擦槍走火 出現了這個狀況 那以至於那個事情被這樣子 我們現在看起來一陣塌伐 那那個心裡的不爽 或是軍工教 對於他們在處理年金的不爽 有沒有消失 應該是沒有消失 被壓抑 八三零是世大運閉幕式 你認為說在這樣子 以及之前的塌伐 所以八三零不會出事 但是八三腰 你看我們這一次 臺灣隊的選手表現這麼好 拿了那麼多的金銀銅牌 然後呢 他們要在八三腰 助手 遊行 然後去接受全民的這些致敬 歡呼以及感謝的時候 如果開幕式鬧場是笨 怎麼還會有笨到 再去鬧八三腰 那他沒有要對選手 他給蔡英文總統助售 可以嗎 那你最後還是讓那些選手 沒辦法順利得到 他的應有掌聲 那就看智慧 就你要怎麼去處理的 對象是蔡英文 那在這個對象當中 不要去影響到 選手 這也是八一九 大家在講說 你要對抗的對象 應該是蔡英文 或者是蔡政府 對 那你不應該去牽托 或影響到選手 或是我們其他民眾 觀賞這個球隊 在觀賞比賽 還有整個臺灣在這裡面 大家共同想的那個榮耀 他在這裡面 他覺得這些抗議的人 要把它切割 分開清楚 那以至於看起來 沒有被處理的很好 所以被包裹在裡面 大家情緒都非常憤恨的說 你為什麼要搞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剛剛講了 八三零以康這樣子 還有前面的前車之券 應該是不會 但是我講了一個重點 就是八三一有一個特別的意義 確實就是蔡英文的 處理座的真實 請說 因為那一天 大概開幕那一天 我們都在場 剛剛那個來講 有兩個重點 我覺得很好 真是七個管制站 提前驗證跟驗票 因為我們是覺得 那一天的驗證跟驗票 就直接在門口 那對於後面的微禁品的查禁 也都是在門口 所以跟那個運動場 跟運動員 其實是蠻接近的 所以會造成一些紛爭 到現場如果有紛爭 等於是大家都和在一起 所以其實依照這個來講 七個管制站在提前 這個是對整個維安來講 或者對抗議群眾來講 對 因為最主要的 那一天在現場 我們很多軍工教會不滿的原因 就是很多人在那邊 花台獨的國旗 那個第一波的衝突 就是在那個時候就產生了 那如果能夠把這個維安的部分 這個這個所謂的驗證 跟這個驗票跟維安提 挪到外面來擴大的話 我想這一些紛爭就會減少 不過主席 我請教你 開幕是你在場對不對 對 你是抗議的重要領導人 因為 那那個丟煙霧彈的 打警察的 那跟你們有沒有關係 我這麼講 其實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有一批人抗議的重點 是蔡英文總統 那這個長久以來 大家都知道 所謂的拔菜 一直如影隨形 我們一直跟著他 那那一天七 為什麼七點多才出事 因為七點以後 蔡英文已經已經進場了 蔡總統已經進場了 所以原來在巴德那一批人就是要回遊覽車 那麼經過敦化北路的時候看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藍門那個地方 就是後來丟 丟這個煙霧彈跟出事的那個那個那個場所都在藍門 那因為他回來的時候 其實局長說 警察局長說的沒有錯 那時候所有的這個欄杆 圍欄都都已經收起來了 我們沒有衝破任何的圍欄 他只是原先只是要去那邊照個像 那當然就在那個時候 有一些人就是開始只是照相 照相完了第一批人就走了 所以有人來的就是丟煙霧彈的人 確實是你們自己人打警察丟煙霧彈 我講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一開始是說警察 那個時候大家已經要解散了 那我們剛開始去的第一批人 那時候就是臺南的警察局那一批人 退警那一批人 那後來因為有煙霧彈的關係 開始要增加警力的時候 但你們去抗議帶煙霧彈幹嘛呢 這個我想如果你再講 其實臺灣的長久以來的抗議場合 都會帶煙霧彈 哪有 沒有啦 哪有常常在帶煙霧彈的 很 你去看從民進黨開始 就已經有這種歷史了 不是我們今天覺得說 因為你覺得那顆煙霧彈會造成恐攻的那個感覺 所以你會特別去注意他 其實從一開始 所以那畢幕式會再來一次 我這麼講 畢幕式至少軍公教 警銷的團體 現在是沒有人在召開 因為我們在記者會已經已經講 畢幕式至少軍公教黨 不會做任何事情 對 軍公教相關的團體 也沒有 八三一當球員 接受民眾的肯定歡呼致敬 第一個是兩件事情 那就不排除 我剛剛講 畢幕式並沒有說有任何軍公教的團體會去邀請 可是像拔菜 他會不會去 他現在今天有表示他還是要去 那麼還有其他的團體也有跟我表示 他們還是會去 但是不是去抗議 可能去發國旗 或者怎麼樣的一個表示 重點不會在抗議 畢幕式還是會去 畢幕式還是會去 六老師 所以全教產是側頭側尾 不認同這樣的抗爭路線 否則幹嘛今天要退出 幹嘛要解散監督年金改革聯盟 我要跟你講 監督年金改革聯盟 早就名存實亡 今天華華理事長也講了 幾乎半年沒有開過會了 今天是情人節 上次的開會 我有來是二月十四號 老師挑這種日子 我來開會 老婆說你情人節要不要開會 真的開會啦 不然這樣子 情人節那天就跟李萊西 就因為他去訴訟募款 我們認為不疑 在還在運動階段 你幹嘛去打司法戰 他就不疑 然後我出來說你說不行 然後我出來講給大家聽 講給大家聽 就幾乎翻臉了 他就把我們在臉書的前線都關掉 那這次到今天 今天是七夕情人節 這半年來監督聯盟 幾乎沒有開什麼會或決議 坦白講實話 今天是對友人 公務人團體是對內不遵守會議決議 對外拿著旗子亂揮 我這樣啊 那這次的活動行動 我是決策小組 我在群組裡面 我也沒有聽說 他們要開會 他們要開會 我當然會出來自職 來討論 我跟你講清楚 不是不能抗爭 很多國外的抗爭經驗就是這種場合 但是你抗爭的時候 你要表達的訴求是什麼 抗爭是一種有紀律的行動 是 你抗爭要表達什麼訴求 要講清楚 我要怎麼動員 怎麼糾察 怎麼指揮都要講清楚 那現在的抗爭 就是說 有的人喊一喊說 大家出來 抗爭 然後發的人抗爭 然後一堆人就出來 聽得到嗎 那出來之後 對不對 他沒在台 大家都沒在台 出台就沒在台 我跟你說 風雞有兩種 一種有價值風雞 一種做數量風雞 控制衝突 法上命的人 三上級 這次的事情 我講一句話 控制這個 民眾知道你的訴求 是哪會嗎 有啦 那天 我就三個摸 那後來那個黃理事長 還要來 說是為了反綠 要挺綠能 要反人員政策 我說你不是反年改嗎 你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你覺得 也有反同婚 對啊 你今天拿什麼訴求 就把訴求講清楚 然後不敢講 講一個為中華隊加油 騙笑的 說到要買 我是覺得 以前的運動 我常常我們在的時候 要一個運動 我們要開會 要模擬 要動員 要指揮 要調度 你要達到什麼的訴求 要講清楚 今天我要到哪裡 要講清楚 那今天這個抗爭活動 真的亂來 喊的人不出來 出來的不知道幹什麼 逛街 那一堆大叔逛街 就進去的時候 你如果 宿定的訴求 是今天 你今天發的結果 是在你計畫內 那我尊重 今天他們講的是 不知道 聽懂嗎 出了是不知道 警方亂抓人 不知道 我跟你講實話 樹都必有孤枝 人都必有白痴 現在沒有團體會發動 確實 大家不敢掛名了 但是有沒有人 心裡很火又出來 不知道 那其實坦白講實話 現在不怕那個 我跟你講 現在很多的抗爭 我跟你講 我說你們要抗爭至少要有 尬之 像上次蔡英文到阿聯的光德市 我說我要去 我去的時候 就當場叫大家 我們要怎麼行動 怎麼規劃警方 怎麼樣子 對不對 至少逼著蔡英文 不敢走大門 走小門 是不是 然後我們連他走小門 都在我們預測之中 他走小門之後 我們就開始喊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 讓蔡英文 所以全教產反對的 並不是這種激烈的抗爭方式 反對的是這種沒有策略的 沒有擔當 然後沒有計畫的隨便亂抗爭 但是我跟你講 抗爭要有策略 要選時機 選地點 柯文哲跟政黨操容很簡單 人家做虛擬來 所以八三腰絕對也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對不對 八三腰要出來的時候 你要達到什麼訴求 抗議到有創意剛剛好 你如果讓運動員覺得沒有影響 讓蔡英文很難堪 我就說你先說 這個要有創意 要去設計 你要整個動作就攤勘了 你不要讓我們說蔡英文很理想 運動員很難堪 你控制不到人 控制出來 我告訴你 這次李萊西出來了 我跟你講 我們的體育界的 運動界的體育老師 拚到病鬼 你跟她說什麼 那坦白講實話 監督聯盟也沒有發動 全教產員沒有參與 都跟一個好像 我跟你講 控制不怕神對手 就怕豬隊友 你看 衝到這樣 軍公教 我說這句話 軍公教是這波聯金改革 聯金二改的受害者 還無價真賣 面子 理智 盡失 走不起來頭 一方斷那麼快 連牙頭就走不起來 這是他衝哪一回 理智沒了 連面子都沒了 理智沒了 對 有人說我很囂張 沒有 你就 一個老師說 他很慷 他說 你如果敢站在你們學校操場 對著全生用 全校的學生用麥克風說 我支持這種控制 我就有福利了 我告訴你 做老師很簡單 你如果不敢當民 對孩子說的事你就不要做 你如果敢做你就敢說 是不是 我做老師冠名磊落 我覺得控制 我不是說一定要暴力抗爭啦 暴力抗爭通常在臺灣的媒體 分圍都給你抹黑掉 你怎麼樣用很有技巧的抗爭對不對 讓大家可以理解你的訴求 有創意達到訴求 對 大家看到 如果沒有社會支持的抗爭 這種抗爭都失敗 越控制人越多小 越控制人覺得你越要改 我覺得以來是10公斤後 我不知道賺到哪裡了 當主席我要請教了 其實在那個開幕師之後 我們也討論 那我們邀請那個當天負責的召集人 黃理事長來了 他剛剛沒有負責 他是召集人 但是他自己個人是說要那個綠能 我會說綠能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不過這是題外話 但是重點是我請教他 丟煙霧彈的 打警察的 是不是你們的人 你要不要負責 要不要道歉 那時候他是說是別人在張抹黑 可是後來事實證明 我們來看看 攻擊援警的 包括南臺灣抗暴聯盟 很顯然這就是你們自己的 周圍團體 發言人延財人是被深壓的 然後北院裁定十萬要交保 退伍軍人李玉兵 那檢方是說依妨礙公務罪 二十萬交保 他自己承認他打警察 他是說看到學長被那個嫁住 他很不舒服 就是那個打了警察 然後他承認 再來誰丟煙霧罐呢 也是南臺灣抗暴聯盟的成員 陳靜天 他也承認他丟煙霧罐 然後交保限制住居 然後另外也傳喚了黃東輝等七人來做證人 我想問的是說明明是自己人出了事 怎麼不先查清楚 然後就算查清楚了 怎麼不就光明磊落就是我們丟的 儘管是插槍走火 但還是我們自己人啊 我想第一個這個嚴財人那一部分 其實我們就已經一再地呼籲 因為從所有的錄影帶我們看得出來 嚴財人並沒有打人 所以我們就一再地呼籲 我們也一再地請警方 一定要把真正打人的抓出來 那實際上我們並沒有一個任何的影片 我們並沒有辦法去確認是誰 那當然請警方再處理 那實際上這些案子發生以後 我們後來針對這一部分 我們也道歉過 那剛剛亞平兄講到了 其實所有包括黃東輝 這些我們處理的當天的 所謂的帶頭的人 從頭到尾 我們都在為這些這些這些案子 再做一些處理 我們並沒有跑掉 沒有任何一個人跑掉 相反的從警察開始 在南部他們家開始完了以後 包括我們一再跟當事人講 是你 你就要出面 就要承認 因為警方的所有的資料 都已經顯示出來 可是你們第一時間講的是說 是別人栽贓 沒有 因為你沒有任何證 沒有說栽贓 我們只是說希望能夠真正抓到 那個礦案的人 這裡面我們從來沒有說 這個是在栽贓的一個情況 我們是希望能夠真相 趕快大白 那黨主席我請教 所以這一個模式 抗爭的模式 會改變 會修正嗎 我想 其實在這一次的一個 一個事件以後 大家所檢討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有 為什麼會只有在退這個退軍裡面 而且這幾個都是陸戰隊的 都是校級的軍官 那反而剛剛各位講的 這些人還沒被改掉 是 那為什麼他們的心理壓力會這麼大 行動會這麼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粗暴 緩彈會這麼樣的大 那我我這兩天我們今天下午 我們也聽到國防部從今天開始到九月底 九月底 他的前面陸權已經禁止在申請 也就是說在這裡面是不是軍方的 這個軍人的這個連改的條例要出來了 草案要出來了 所以我必須要去去請大家注意的 就是說 就是軍人對於連改的不安 對 反而是你看公教人員 我們大家一起出去 但至少在軍公教黨的指揮下 這個路線會修正嗎 你們會強勢的要求 我所有由我出面的所有活動 我就是不准有這種 實際上我我我這麼講 丟煙霧彈的事情 一直在以前 出發以前 我們都一再強調 不能看到有火的東西 我這麼講 你就知道說 我們有沒有在在限制這些東西 任何會引火的東西都不行 不要說煙霧彈 任何會引火的東西 我們都強調不能帶 不能產生有火花 劉大老師我等一下要請教你 這些意見 一開始就是這樣強調 既然這個對於未來 不管是反靈改這些群眾的抗爭路線也好 乃至於對其他的這些反對聲音的路線抗爭也好 會產生什麼影響 其實我們今天在講的 其實還有一個主要人 就是李萊希 比如說他講的可能是臺獨人士做的 中間還有一個插曲 說不是自己人 是某某人 不是有一個這個狀況 那也產生了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也就是說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我談到這邊 他其實是一個鬆散 像剛剛這個主席在這邊講的 他內部其實有很多的這個團體 是 那個約束力是不夠的 那那個每個人的行動力不一樣 他剛剛特別講 那這裡面特別有一個狀況 就是軍人的還沒出來 那公教已經定案 所以今天這個全教慘 他們說他們一階段新任務 因為他們已經被通過了 立法被通過 可是軍人的還沒出來 那有沒有狡兔使走狗篷 也就是說軍公教一起 這些人都這樣 你不用想要好了 他在這裡面 是不是也有會喚起一些危機感 造成一些矛盾 形成更大的壓力 我覺得會 那這裡面有很多每個人立場 像剛剛老師在這邊講的不一樣 他講的也不一樣 我想軍方在這裡面 也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軍公教 大概恐怕無法再成為一個 他不均職 他完全不均職 那不均職的狀況下 有人已經被這樣子了 那有人可能還在這裡面 他是不是還有機會爭 那在這裡面會產生不一樣的東西 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 主持人 明年七月真正口袋沒有的 那個緊縮狀況 才會清楚 比如說現在他還有嘛 那明年真的 我拿到了我的那個帳本一打開 怎麼少了三萬多 對 有人講低階的是一萬五到兩萬 那有的少了三萬多 那馬上面臨 所以七月到明年底的選舉 那會直接的迸發 那現在當然沒有 你剛剛講了 絕對沒有正當性 現在看起來就沒有正當性 你鬧什麼鬧嘛 對不對 那這波也決定了 那現在就看軍人的這個年改 他們怎麼改 那真正會出現的 這個東西壓抑不掉 我剛剛講八三要去跟蔡英文助手 他遠遠的壓抑不掉 那這中間還有暴露 你剛剛給大家看的 國安在這裡面 是不是所有的情資 他的裂縫是不是很大 那我們剛剛在講這八三要 我不知道國安是不是有這個情資 也就是說他的內部的失控恐怕也是一個問題 那這會造成明年底那個混亂狀況 劉老師這個會是你們反對的一個重大挫敗嗎 我先聲明 南臺灣抗暴聯盟 不是監督聯盟的成員 監督聯盟的成員是有立案的團體 要加進來的話 每個人要繳一萬塊 南臺灣抗暴聯盟 至少他們沒繳一萬塊 他們也沒有 也沒有立案 現在問題是很多人 比如說同學 或者同梯的 或軍系的 賴一下就來了 賴一下成立群組就取個名字叫南臺灣抗暴聯盟或世界宇宙無敵大聯盟 都隨便他 練了之後都對 那因為成立之後就要槍聲 槍最用的用 槍到後來就變這樣 所以要跟你講 這個南臺灣抗暴聯盟不是監督聯盟的成員 那現在的抗爭你會發覺到 現在很多是 很多團體如雨後春筍 他也沒有立案 你也做不到 他賴的群組裡面 摳一摳就來了 而且現在最可怕的是 孤狼式的抗爭 會不會有人要孤狼式抗爭 我覺得明年七月以後 真的有人 我跟你講 可能大部分還ok 因為這連改沒有經過計算 真的有人活不下去的時候 他會怎麼辦 我這樣講 當他生活困頓 活不下去的時候 他會自殺 還是想辦法 讓他過不下去 付出代價 我覺得這一波的抗爭 其實我們從以前抗爭蔡英文 只要跟著蔡英文的抗爭 沒有人反對 因為蔡英文民調也很差 但是你牽托到這些運動員 這些運動員出來的時候都對 畢竟大家都覺得 還是運動歸運動嘛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抗爭 有一點抗爭 錯了焦點 失焦 造成這一波 那至於830 831 我是覺得 如果你要抗爭 我們講清自己的訴求 有加著的加當燈 不要控制之後 還要抗爭 抗爭 對不對 這樣不好 是不是這樣 結婚到現在 咱們動不動就吃外面的 那現在給我來包餃子吧 你等一下 應該是十萬塊沒有錯 如果我黑村上的女兒 絕對平凡看去看下去 你這個死亡是怎樣 怎麼到現在又死亡才會不會走啊 王 姑 下 你喔 我叫阿春啦 阿嬤 阿嬤 我們這不是訓練 你這是虐待啦 你老闆跟老闆娘 幾乎都走這樣 阿嬤這麼難溝通 與其要說服她 我還誤自己來比較快 拜託給老太太 我今天就說要記得看虧 拜託啦 太太 她的確鑽落了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拿著